她走进大山要养猪 却遭遇挫折 一贫如洗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50块钱都拿不出来 你好漂亮呀 女朋友打定主意要跟她结婚 她拿出了30万元嫁妆 帮她渡过难关 我就觉得人生疯狂一次 走了 为了养好猪 他们想了很多招 让猪泡澡 吃金银花疼 喂构树叶 新招养出好猪 一斤猪肉最高卖到了96元 一头猪能卖一万多元 跑起来 多 2021年 他们的销售额达到800多万元 看山东平易的恩爱夫妻 管庆光和崔吉琼 如何在宜蒙山上 抓住黑猪财富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支付经 今天要讲的故事 发生在山东宜蒙山上 八年前 有一位名叫管庆光的小伙 上了山 养上了宜蒙黑猪 从这名字呀 您就能听出来 是当地的一种土猪 养这种猪赚钱很难 因为养殖周期长 肥镖还厚 可管庆光不听劝偏要养 结果就栽了跟头 最难的时候 它兜里连50元钱都掏不出来 八年的时间过去了 现在 一蒙黑猪在管庆光的手里 那可是成了宝贝 一斤黑猪肉 最高能卖出96元 一头猪 最高能卖一万多元 管庆光到底是怎么 在大山里抓住财富的呢 抓猪要抓它的后腿 这一天 管庆光起了个大早 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今天要办件大事 猪和猪肉卖得好不好 就看他们的了 今天是参加表演 你好漂亮呀 怕管庆光忙不过来 妻子崔洁琼也来帮忙 他挺好看的 您瞧 您瞧 这夫妻俩给小猪穿上了花衣裳 他们是要干什么呢 好漂亮 你是最漂亮的宰宰了 好 你是最亮的宰 管庆光的养殖场 位于一蒙山上 这里远离城区 偏远安静 您别看这挺偏僻的 管庆光有办法 能把游客给吸引过来 这个时候 穿上衣服的小猪们 就派上用场了 可爱吗 可爱 可爱 水吗 小朋友们被这些呆萌的小猪 吸引得走不动道 虽然不能抱一抱摸一摸 但管庆光准备了树叶 小朋友们可以拿树叶 喂一喂小猪 孩子不愿意走 大人自然也就留下了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 他比较喜欢的小猪 看着大猪他可能比较害怕 所以说我们特意准备了小猪 管庆光给小猪们 穿上可爱的小衣服 就是为了吸引小朋友 您瞧 他们多开心 在管庆光的养殖场 不光有呆萌的小家伙 还有这些活跃的大家伙 走 走啦 像这样一头300多斤重的猪 管庆光能卖到1万多元 最贵的猪肉一斤卖到96元 虽然价格高 他还一点也不愁卖 他有啥绝招呢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黑猪三洋场 往远处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基地三洋的黑猪 有很多都已经跑到山上去了 那我们这个环境美不美啊 美 我们的黑猪长得漂不漂亮 漂亮 想不想吃黑猪肉 想 走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全周宴 带大家去品尝 好 好 有肉 夫妻俩分工明确 妻子崔杰琼做菜 管庆光在旁边支起烧烤摊 给大家烤猪肉串 不一会儿就做好了一桌子菜 崔杰琼能说会道 管庆光话不多 所以招呼游客吃饭都是妻子上 你看咱这个猪肉哈 这个头很大 你看耳朵牙 是不是 都是一年半两年的 是不是 对 加排骨吃 这个排骨很好吃 这是吃的什么 猪肚 好吃 很香 比平时吃的那些 更接近小时候的味道 您瞧 这香喷喷的 冒着油的烤猪肉串 想不想拦上一口 这样是味道肯定很好 肉夹馍 吃 尝过了美食 谁能忍住不埋店呢 这位大哥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 来到这里 收获了一条猪腿 买一个腿吧 每次买都买一个腿 那个腿肉 那个腿肉特别香 有嚼劲 好吃 管庆光养的这种猪 是当利品种 宜蒙黑猪 别看在他手里成了宝 可以前这种猪在当地 很不受农户待见 养殖周期长不说 肥镖还厚 养成了也不好卖 大家都不愿养 羊肥猪30块 这样就是回贝比较快 黑猪吧 它土背时间比较长的 在当地黑猪肉能卖到三四十元一斤 那都不容易 可在管庆光手里 却能把猪肉卖到最高96元一斤 这让同行很羡慕 它的价格在我们这一代来说算是比较高的 我们目前的话是没有办法去跟他比较 8年前 管庆光从城市返乡 怀揣着十万元走进了大山 说起自己的创业故事 管庆光潸然泪下 我就觉得我可以苦点 因为我年轻 我可以累点 我不希望他们再受那么多的苦 那么多的累 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管庆光难过 是因为觉得妻子也跟着他受苦了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在偏僻的大山上 养着别人不看好的一门黑猪 夫妻俩是如何实现年销售额800多万元的呢 2014年初的一天 管庆光的家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我说你都这么带草心啊 你这样喝你说你托这个心 我都骂他来 父母靠种地供管庆光上了大学 毕业后 他在济南市的一家上市公司做销售工作 好不容易在城市里站住了脚 可他却非要回老家平易县养猪 父母气得骂他 可管庆光铁了心要干 当时他和崔洁琼在谈恋爱 崔洁琼也在济南工作 是一位空姐 他倒是很支持管庆光 支持呀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还挺有意思的 他就说这个还挺好的 这个行业是未来的招养行业 我说那行 支持 其实管庆光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深思熟虑过的 他发现 济南市场上黑猪肉的价格 能达到四五十元一斤 而老家有山林资源 他自己也一直有创业的想法 就萌生了养猪的念头 养猪肯定还是有前途的 尤其是我选择的 这个黑猪这个行业 当时计划着就说 回老家来养 然后养完之后 然后去济南销售 一蒙黑猪养殖期有一年多 肥镖也厚 但是猪肉口感好 香味浓 管庆光觉得 如果能想出办法 节省成本 减少肥镖 一定能行 他拿出全部积蓄十万元 在老家承包了一千亩山林 第一批买来二十一头猪开始养 管庆光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黑猪运动 给猪减肥 跳 跳 我们有我们的一些优势 我们一例之一 你看我们这 生长在一蒙山区 大山里 绿树通通 下面有草 我们有这个先天性的条件 比猪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运动场 管庆光平时不爱说话 但看到黑猪在树林里钻来钻去撒花 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他总会忍不住唱几句 人人哪个都说爱 一蒙山区 养上猪高兴了没多久就出事了 2014年6月 管庆光发现猪的数量不对了 他的猪跑丢了 最多的时候一次丢过六头 都两百多斤 刚入行 管庆光靠的是一腔热血 想得很简单 猪上了山 山林有一千亩 要是跑远了 就迷路回不来了 他琢磨了几天 干了一件事 冲走了 淫浴 酥酥酥酥酥酥的淫浴 你看我们的猪 山泉水 从山上指引下来的山泉水 来看一下 看 这头猪在跃跃欲试 他在试探 因为他不知道深浅 管庆光为什么要给猪建个泡灶池呢 因为夏天气温比较高 咱为了给猪降温 就是咱专门建了这个池子 除了降温解暑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猪夏天喜欢跑到深山里招水源 就很容易迷路 增加了泡灶池 猪知道哪里有水 哪里更凉快 自然就不会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管庆光还想了一招 美食诱惑 每天傍晚的时候 管庆光会给猪补充喂一些饲料 有玉米 也有蔬菜 再补充点南瓜 对 这个南瓜富含多种维生素 快起来了 猪白天在山上活动觅食 只能吃个五分饱 傍晚的这一顿美食诱惑 也让猪有了念想 到点就乖乖回家 好嘞 通过上面这些方法 管庆光的猪再也没有丢过 可是新的困境又来了 2014年10月 管庆光一进眷舍 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低头一看 她的心都碎了 当时我到猪舍里一看 那一母猪流产 就是那个地上全是小猪 流产的小猪全都死了吗 对 管庆光的母猪 因为流产失血过多 大猪小猪都没保住 20头母猪全死了 只剩下一头公猪 管庆光像双大的茄子一样 蔫儿了 兜里的钱早就花光了 下一步该咋办 她急得掉眼泪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50块钱都拿不出来 我真正地体会到那种绝望 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 我才体会到 失眠是一种什么滋味 真的是 太痛快了 管庆光一个星期 都没有给崔杰琼打电话 崔杰琼也感受到了 管庆光的不对劲 她急匆匆地上了山 找管庆光 当听说猪死了 钱没了 崔杰琼没有埋怨 反而提出要和管庆光结婚 而且还把娘家 给自己准备的30万元嫁妆 给了管庆光 我就觉得人生疯狂一次 也就这一次了 当时我就在想就这一次了 咱可不能再干这种事第二次 那这一次就好好地干 当我爱人把钱递到我手上的时候 我就在心里已经 暗自下定了决心 再苦再累 我也一定要把它做好 2014年12月27日 管庆光和崔杰琼结了婚 婚后 崔杰琼也辞了职 来到山上陪管庆光 一起养猪 两个人四处找专家请教 发现导致母猪流产的原因 是喂猪的玉米没有晒干 没晒干的玉米 堆放在一起会没变 母猪吃了就会导致流产 小小的失误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管庆光和崔杰琼不敢马虎 又买了一批猪 严格控制饲料品质 接下来 她还用了一招 既节省了成本 还提高了猪的抵抗力 他们做了什么呢 好看吧 山东省平易县栽培金银花历史悠久 被誉为金银花之乡 走在平易县的乡间田野 随处可见成片的金银花 金银花是中药材 农户一般是卖花 金银花藤很少有人会注意到 而管庆光看上的 正是价格便宜的金银花藤 金银花是我们当地的地道药材 具有清热解毒 疏散风热的功能 同时还有抗炎 抗瘾机 用它的养猪 能够预防一些热性疾病 还能防止中暑 同时金银花 还有它的藤蔓来喂猪 能够替代一部分粗纤维 改善胃肠的蠕动 改善这个猪的体况 提高了饲料品质 增强了猪的抵抗力 母猪流产的问题 再也没有出现 经过多次锻炼 管庆光给猪接生的本事 越来越强 有些刚生出来的小猪 会有一种假死的现象 假死的现象 假死就是它刚生下来不动 但是有些是因为它是假死 所以说还有得救 然后给它就这么按压 有可能就能救回来 如果是比如说刚生下来 它口腔里边和鼻腔里边有粘膜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干净的布 这么给它擦一下 让它尽快地呼吸新鲜空气 一蒙黑猪的养殖周期 至少需要一年半 这样成本就高 但如果快速出栏 独有的风味就没有了 为了节约成本 管庆光又看上了一样东西 这个树液里面含有高蛋白 然后我们这个猪吃了之后就更加健康 再个我们如果多喂点这个树液 能减少豆泊等蛋白的使用量 能节约资料成本 构树在山林随处可见 构树液蛋白质含量高 营养丰富 最重要的是用构树液喂猪 每年每头猪至少能省三百多元 起来吃饭了 在管庆光的精心照料下 它的猪身体强壮 毛色黑亮 肌肉紧实 每天都在运动 看这个地方 全十四驱 在养猪的过程中 崔杰琼一直在山上陪着管庆光 在采访中 崔杰琼告诉记者 管庆光心疼他 干了一件让他很感动的事 有一天我们在上山看猪的时候 那个坡特别堵 我就划了两次吧 摔了两次跤 再爬上山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特别陡的 那个坡那里 就垫成了楼梯形状的 就用土地 土地它垫高了一层又一层 就跟爬梯子似的 就那种路 然后我心里就在想 你看他不说 但是他还是挺细致的 在夫妻俩的期盼中 猪一天天长大 到了2016年7月 管庆光的猪终于可以出栏了 他在济南市 开了一家猪肉专卖店 因为养殖周期长 管庆光把猪肉定价60元一斤 最高的96元一斤 可是顾客嫌价格高 连这两个月都没有生意 一直支持管庆光的妻子 也有点灰心了 所以我就觉得 放弃吧 我求求你了 我说你干点啥不行 就你这个精神 你都能给猪铲屎 你说说你啥不能干 我说咱干点别的 不挺好吗 但管庆光不愿放弃 他坚信自己能成功 顾客不愿意买 是因为没有看到猪的品质 和生长环境 能不能把大家吸引到基地看看呢 管庆光和崔杰瓊 开始在养殖场做直播 崔杰瓊能说会道 主播的活 非他莫属 咱们人爬这个山是有难度啊 但是猪爬这个山 那就是非常轻松了啊 你看 我们的山上全都是猪 满山边野都是猪 满山边野的都是猪 猪在山上乘凉 在山上休息 在山上玩 什么样的都有 兜了 那好了啊 夫妻俩在网上发出邀请 来了养殖场可以免费游玩 免费吃猪肉美食 考虑到可能会有人带着小朋友 他们还又干了一件事 来 管庆光和妻子挑出颜值高的小猪 给小猪穿上了可爱的小衣服 开始你的表演 来 他们想用小猪吸引小朋友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满山边野的 都是跑的小猪 小朋友这个猪可爱不可爱 可爱 可爱吗 我报一下 你看到远处那个猪了吗 你看那个猪了吗 小猪吸引了小朋友 小朋友留下了家长 大家参观体验了 都认可了管庆光的猪 我看到这个猪满山地跑 在山上不停地来回地转 但是感觉这个猪肉一定很好吃 我给老板说了 我要条前腿 一分钱一分货 到什么地方都是这样 贵的道理 有条件的人能来基地参观 来不了的人怎么办呢 管庆光在基地装上了高清监控 把信号传输到了济南市的专卖店 客户能看到猪场的实时情况 这让大家对管庆光的猪肉 有了更多了解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基地的一个实时监控 就24小时的 大家看一下 这都是实时的监控 这个肉好啊 这个肉炖出来香 孩子都愿意吃 管庆光分部位销售 一头猪整个算下来 能卖到一万多元 发展到2021年 管庆光的销售额达到800多万元 不光自己赚到了钱 管庆光还带着当地50多户农户 一起养起了一门黑猪 养白猪的话 可能有七八万块钱左右 养的比较少 后来养了黑猪以后 因为它价格卖得 还可以比较乐观 然后现在的话 一年能挣个三十万左右 不光农户佩服管庆光 父母也对他放心了 最为骄傲的 还是妻子崔杰琼 我觉得他现在做得也特别好 我也挺为他骄傲的 那在我心中 现在我老公也是最棒的 管庆光说 创业这八年虽然很累 但却是他最充实 最幸福的时光 他要跟妻子一起 继续扎根宜蒙山 享受当猪官的快乐 管庆光经常说 在创业过程当中 因地制宜太重要了 他养的是当地品种 宜蒙黑猪 又依托宜蒙山的地理环境优势 放养黑猪 让它们多运动减少肥标 为了提高猪的抵抗力 同时降低成本 他收购当地的金银花糖四味 销售也是利用 宜蒙山的风光 吸引游客来到基地体验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学会因地制宜 用好身边的资源优势 创业就事半功倍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制服经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